西螢盆站C出口 想想一下 都是走這個觀鹹道 這個位置有這麼多甲 原本還想過去看看風景 現在不敢 觀鹹道 觀立小學 這裡也挺有趣 下面應該是高階的 歷史建築物 繼續走 我心想是走這個方向到尾 之後就回到尾 再走到尾 應該不會再回到施催口那邊 看看這裡凍樓 川普普通過 大州 沙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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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原來是西營館社區綜合大樓 剛才路過見到建築物的外觀也挺有趣 認識了這個地方,稍後再研究一下到底有沒有歷史價值 下面原來是高階 這是高階來的,這麼長的嗎? 來到這裏嗎? 不知道我一會兒夠不夠時間走高階呢? 其實我有點想走柏道,不過柏道要走上車 可能要研究一下怎樣可以上到上面,從上面走下來才行 我意思是坐車上到上面,從上面走下來 93C是什麼玩法呢? 神祖服務? 去哪裏的?智虎? 明景中心,堅道,另一邊是鴨利州,大家在家裡 很想走 不想走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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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女書院 中華基督教會 中華基督教會 這裡再走過去已經是堅度 那邊太堅度了 前幾天走過,今天不走 下面還有一條巷,叫堅巷 真是堅巷 這麼久都未能過 沒有按鈕 原來這裡也是英華女學校 即是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 香港堂 是跟它連著的 如果是這樣應該有關聯 這個搬行道要走多久呢? 應該都不短 不短短了 哦,15分钟而已,我应该走得到的 顺便欣赏一下不同的角度 菲利士道,哦,这里都是英华,哦,这里是英华学校 真是小学啦,这个也挺漂亮的,哇,这间U18 都好像挺漂亮的 英皇集团的地盘 英皇好像只是做一些贵价楼 以我所知,搬行道好像有一间 圣保罗书院,是男校来的 那是一个新的校子来的,她搬来这里 不知道一下我能否见到呢 这边都是地产补习社,全部都是,没有什么特别 清风大厦 洗衣店 这里挺有趣的 庆英大厦 啊 啊 好 這棟樓挺有趣的 中間有一輛柱做裝飾 叫什麼儀院? 是否這樣讀呢? 不懂得讀,算吧 我印象,英國有對球叫搬咸 不懂嗎? 好久不見 車房 都没有什么好影响 不过这个是搬走到搬立小学 后面栋楼也挺有趣 继续走 后面栋楼是政府合处的东西 这里就是兴趣班 星光市场 东南亚店 卖食材 兴趣班 折腾 折腾 继续走之前 看一看这边 西营盘站 C出口 文字楼 监山石堂 Circle Cay 里加角 一堆地产 反而这间多吸引 卖食材、酒 应该是买意大利东西 这叫做金凤角 上面有一堆小铺 刚才是勞过过的 现在认为这个 柏道 柏道是中半山 算是一个传统的 高级住宅区 因为要走上车 所以我今天未必走 姓氏提反尼 这个叫姓氏提反尼 这个街上挺有趣的 下次过来拍拍到的时候 先拍拍拍 好,继续搬行道 刚才看过,行到尾 好像去了薄库林道 我行不到过去 又行过了整个 薄库林道去南区 这边的行人路都挺窄 这栋楼挺有趣的 再重新多一次 大红不是来介绍这条街的 快红是来参观这条街 看看有什么特别的 所以有很多朋友 他会说 好心你做多些资料搜集 才出来说话 其实不是这样的情况 因为情况就是 刚刚倒转 我就是出来做资料搜集 拍拍给你们看 所以我常常都说 是 多谢你和 大红一起去 Explorer 就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这边我都不知道 有什么 中原地产 麦当劳 7 万宁 快逃尾 两边都有商店 两边都有商店 Salon 这里有一家Selner 卖酒的 看来刚才那条 姓氏提反里 另一边的入口 就是这里 也挺有趣的 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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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去拍到的时候 顺便拍完 姓氏提反里 Kings College 有阶段 英皇书院 好漂亮 另外这边 汉宁顿 汉宁顿道 这里都有栋 叫礼盐回堂 都挺漂亮 是基督教来的 有一间 礼盐会幼稚园 哇 这个英皇书院 真的挺漂亮 好 继续走 好了 继续走 原来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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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移动 这里叫光景台 继续走 继续走 英皇书院 哇 很漂亮 趁没有车 对面看一看 对面看一看 哇 有个水池 下面有个水池 哇 很舒服 哇 怎么样 嗯 你能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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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非常漂亮 哇 非常漂亮 好了 好了 那就继续走 哇 旁边都是 还是他们的 难道应该是 非常漂亮 这个 红砖屋 英皇书院 严禁标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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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这里是 香港大学来的 是呀 是香港大学的 原来 是香港大学 是香港大学 这个是什么 这个叫什么 馮萍山图书馆 这个叫什么 馮萍山图书馆 也是香港大学一部份 也是香港大学一部份 兴漢道 是斯加路来的 是斯加路来的 香港大学的正门 应该是 好了 继续走 看一看 旁边那里有个塔 都挺有趣的 原来这里就是 圣保罗书院 OK 160年的鬆 也是正常中 上下 270度 至当阶段 1851年创校,姓保罗书院 这个是新子来的 就很多年历史 曾经就在Lower Elbert Street那里 就曾经都在那里开始先的 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原因 因为又打仗又成这样 香港被日军占领等等 所以学校有一段时间是没有营运的 后来就是再复校 长程我也不太清楚 这里也挺有趣 这里也挺漂亮的 其实应该是香港大学一部分 差不多港湖 太多人了 我已经 bud了 才是没错 我可以帮他 終於走完搬鹹道 這裏就是街尾 都留意到這裏是聖安多尼學校 前面下面都是山道 這段影片來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